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故事 大家好,我是游儿 这个夏天最火的剧 必然是剧交了女性生活议题的三十二亿 这部剧凭借应性条件 在没有过多宣传的情况下 成为了茶余饭后的讨论焦点 三十二亿讲述的是 三个身份定位不同的三十家女性 在面对职场家庭等困扰挑战时 做出的选择 审物定位分别是 中产阶级的全职太太 小康生活的职业女性 小诚出身的互飘 同时也带火了童谣 江书颖和毛小彤 这三位三十家的女演员 其实他们的故事和经历 比这三个角色更加精彩和曲折 我们今天就来说说童谣 江书颖和毛小彤背后的那些故事 这其中最引人注意的 定是童谣饰演的顾家 毕业于名牌大学 后来和老公一起创业 有公司 有帅气老公 有可爱儿子 有豪华公寓 有了孩子后 他选择退居二线 照顾孩子和家庭 但是他一直关注公司的动态 可以说他一直在家里 为公司掌舵 老公一起用事得罪了大客户 顾家悄悄地善后 为了解决公司的产物危机 他打入太太圈 并成功争取到订单 对内把两个男人疼爱的滴水不漏 观察细腻 形式果敢 顾家超强的侦查能力 可见一斑 一个橘子的端倪就可以将小三 扼杀在摇篮中 听到儿子撕心裂肺的呼救声 顾姐包一甩 表一摘 血一拖 门一关 为儿子出了一口恶气 他既可退去后方相夫教子 又可随时上阵职场周旋谈判 又美又萨 活出了多少女人期待的样子 虽然最后公司没了 丈夫出轨入狱 但以他的能力和独立 自己可以随时重新开始 顾家这样的人 不管是做全职妈妈 还是其他任何工作 最终都能做得风生水起 斩获成功 童谣也终于可以凭借这个角色翻红了 童谣 1985年8月11日出生于昆宁 从小能歌善舞 2002年 17岁的童谣以专业课第一名的成绩 考入中系 因为和张子怡的外形非常相似 一入校他就受到关注 顶着小张子怡的头衔 成绩又好 大一的寒假 17岁的童谣出演了他的首部影视剧作品 《灵海雪原》 但是大二发生了一件事情 让他原本大好的演艺事业 遭受重创 2003年18岁的童谣这天正在上课 当时的男朋友张默 发短信叫他下楼 童谣下楼后 张默对他拳踏脚踢 直到意识模糊被同学送到医院 事件爆发后引发一片哗然 不仅因为两人都是中系的在校学生 而且因为张默是张国立之子 很快张国立夫妇公开道歉 并表示会承担一切医疗费和精神损失费 张默说 自己打童谣不是因为争风吃醋 而是中系有潜规则 于是又牵扯出中系的黄信系主任 后来的发展就更复杂了 牵扯出这名黄信老师 潜规则中系都为女学生的联欢案 不过几个当事人多次发生口径上的变化 按照张默方的说法 童谣在接临海学员角色时还是大一学生 按理说是不能出去拍戏的 除非有系主任的批准 童谣为了获得拍戏的机会 就被黄信系主任给潜规则了 可是对于这一说法 童谣出面辟谣 她表示自己拍临海学员正逢寒假 是可以得到学校批准的 随后黄信系主任也在接受采访时破口大骂 表示自己会找律师卫权 对于黄信主任到底有没有潜规则童谣 这些年来一直没有个准确的答案 检察院找到了多位 被黄信主任潜规则的女学生作证 据说那个时候 警方已经掌握了关键证人 而这个关键证人 是张国立方提供给警方的 可不知为什么 过了几天 黄信主任就以证据不足为由 无罪释放了 关于黄信老师无罪释放的说法 市面上有一种传闻 是童谣当庭翻供 表示自己没有被潜规则 而是双方自愿的 但这一说法并没有确凿的证据 里面的事实非非 可能只有当事人才能说得清楚 最后黄信老师因为经济贪污问题 被关了一段时间 中信也撤掉了黄信主任的职位 张默被开除 童谣事件 就此告一段落 童谣在中信完成了学业 但他一直处于惹事生非 或者被潜规则的传言中 那几年他过得很实艰难 没有人敢请他拍戏 后来毕业后才陆陆续续 有了拍戏机会 但一直不温不火 直到2018年 熟一转的高贵妃 让他演技对手好评 也重回大众事业 再后来出演 《大江大河》中的白月光 宋孕平 收拾口碑 双丰收 还凭此拿到了 白玉兰最佳女配 今年更是以顾家一决 彻底翻红 现在童谣也找到了 自己的幸福 去年童谣嫁给了 比自己大17岁的富商 王冉 毕业于哈佛的王冉 现为某投资公司的CEO 投资方向多于 影视行业相关 他很支持童谣的演艺事业 三十而一里的王曼妮 是户飘八年的奢侈品销售 一边应对着妈妈不见对的催婚 一边努力工作 为了不错过接待客人的时间 憋尿憋到极心甚严 房租涨价 房东收房 很多独自在外打拼的人的心酸 被江书印刻画得淋漓尽致 江书印 1986年9月1日出生于上海 江书印的名字是舅舅起的 源于北宋诗人 林浦的诗作 山源小梅 书印横斜 水清浅 暗香浮动 月黄昏 愿意碰到困难时 也如山源梅花 顽强不屈 江书印从幼儿园到小学毕业 学习了七年艺术体操 2004年 她从上海商业学校毕业 考入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 2008年 结束在上系 四年表演专业的学业之后 她并没有像郑凯 程鹤等同班同学一样 直接进入演语圈拍戏 而是资深艺人 前往英国继续求学 由于英语水平太差 当初连入学考试的试卷 都无法看懂 江书印说 自己选择的路 跪着也要走完 为此她开始疯狂地学习英语 她说 从一个一个单词开始啃 为了练习口语 我找了一家餐厅去打工 父母对从小教生惯养的她 属此吃苦 感到不可思议 而最近她痛苦的是 即使如此付出 英语水平 还是没有明显进步 她说 我回到房间就开始撕书 一边撕一边哭 哭完了 又把撕好的书拼好 再去听 再去学 就这样 经过自己极其艰苦的努力 终于完成学业 这段经历 也成为自己人生的宝贵财富 2011年 她从英国 东安格利亚大学毕业 取得传媒经济学硕士学位 2012年 江书印从英国回来 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 演艺圈的资深前辈对她说 你在国内最需要演员的时候离开了 现在你又到国内演员 最饱和的时候回来了 江书印说 并不后悔自己留学的经历 她说 那些都成就了今天的我 后来她被张薇选中 出演电影 《知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一开始 张薇见过江书印后 说了一句 好像比角色要求的 看上去老气了一些 江书印想 完了 那没戏了 可是几天后 她收到入组通知 于是 时隔三年后 她终于重返演艺圈 2013年 江书印主演的爱情电影 《知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上映 跳房突破七亿 她因在片中试验 善解人意的痴行女孩 软换一绝 而为观众熟知 冰品界该片 获得第八届 亚洲电影大奖 最佳新业员奖 第八届 英国万象国际华语电影节 最佳女配角奖 等多个奖项 2014年 与虎哥搭档主演 旋风11人 拍戏西线 两人的恋情初见端倪 当时两人常在微博互动 虎哥更公开赞美她 是她的女神 2014年12月29日深夜 虎哥发表微博 承认与江书颖恋情 可是这段恋情并没有走太远 2015年8月19日 江书颖在电视剧 好先生的开机发布会上 承认与虎哥分手 提到他与虎哥曾经的恋情 她直言 我们能拥有今天的生活 应该感谢我们的人生经历 每一段经历都是宝贵的财富 谈到如今 她心目中的好先生人选和标准 她说父亲 就是她心目中的好先生 孝顺 善良 表面上一个操老爷们 内心却很细腻 有时看电视都能看哭 江书颖说 我觉得看电视会哭的男生很可爱 而可爱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品质 三十而一里的钟晓芹 算是三个女人中最按部就班 规规矩矩的 一路踏踏实实的读书 工作 结婚 工作不冒头也不出错 属于求问 没太多上进心的那种 到了一定年纪 找一个可靠稳定的男人结婚 夫妻关系更像一起 搭伙过日子的合作室友 依附只洗自己的 你追你的剧 我喂我的鱼 再好的感情 也会被一地鸡毛的琐碎 消磨干净 小芹满怀期待的三十岁生日 本来说好了下班老公来接她 一起出去吃饭 好好庆祝一下 当时老公临时被领导叫去谈话 没有接小芹的电话 便于是凌晨落汤季的小芹回到家 家门却因为老公不休进不去 进去后发现老公已经在家了 猫又不见了 更让人气愤的是 老公竟然说 当初结婚就是为了轻松审视 还觉得小芹是小题大作 让她有病看病 这一刹那多年累积的矛盾 和一谈私事的婚姻 都被推到了火山口 委屈 不满 失望 生气 一股脑的喷涌而出 钟小芹的扮演者毛小彤 1988年2月16日出生于天津市 毛小彤长了一张 出水芙蓉般清新的面容 好像那种从小被保护得很好的女孩子 其实她的成长经历很挫折 父亲喜欢耍钱喝酒 出生的时候 父亲因为她是个女儿 就随手将她扔进垃圾桶 使母亲将她捡起来 并且和毛小彤父亲离婚 母亲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女人 不仅带大自己的弟弟妹妹 还独自抚养毛小彤 虽然经济压力很大 但是母亲从来都使尽自己全部可能 也要给女儿最好的 毛小彤4岁时学习电子琴 8岁进入天津摇篮少儿艺术学校合唱团 学习声乐 12岁达到钢琴舞级 13岁考入北京专业院校学习国标舞 这些学费都是母亲靠打几份工赚来的 毛小彤17岁考入中央戏曲学院表演系 2012年因出演古装轻功剧《甄嬛传》 开始展露头角 毛小彤曾在采访中说过 是母亲将她一手拉扯大的 自己指认母亲 而对于自己的父亲 她从来半字不提 直接掠过 毛小彤走红后 这个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父亲 突然跳出来说毛小彤弃养父亲 在节目上向女儿索要5000万的赡养费 还扬言不给的话 就拉女儿一起下地狱 2013年毛小彤客串出演了电视剧《淑女之家》 在这期间 她认识了歌手陈祥 那时两人都还是事业起步阶段 相处一段时间以后 他们走到了一起 可2017年10月 陈祥被爆出轨 正好被毛小彤当场抓包 毛小彤发文 从未想过这一幕会出现在我眼前 毛小彤被申父出卖 被男友背叛 她历经的这些事情 比电视剧还狗血 她依旧没有就此跌倒 正所谓不能打倒我的 都将让我更强大 今年她也终于凭借 三十而已 大放异彩 我是游二 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 我下个故事不见不散 我下个故事不见不散